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都会挑剔的 例如经济上升 看经济数据的数字 GDP见到就真的爆了上来 工业生产上升 服务业相关的产出上升 但是消费似乎很多都没有回到疫情之前的高峰期 你就会挑剔 究竟是否应该买得安心 如果我们看回今年中国经济复苏的展望 正正好像现在的图表显示 就是中国第一季度很厉害 GDP反弹18.3% 但是如果我们看真一点的数据 也看到目前的复苏也不是很平均 因为製造业的工业生产已经强力反弹 可以说工业环节的增长 就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基数特别低 但是我们看回它的总量 它真的回到疫情危机之前的水平 但是服务业和个人消费都仍然是落后的 所以正正由于这个复苏的现在的表现 它仍是有差异化 个人消费它是落后于工业的反弹 因为就业市场重要时间去复苏 所以我们更加有信心 中国政府无论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 仍然都会支持增长 就看不到是会退出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 特别就是那些是支持中小企的信贷政策 都会继续 相对来说都是利好的 因为其实中小企就是制造就业最重要的板块 是 而且很多都涉及民增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我就会从机构投资者的眼镜去看 你说原来这些不用怕 真的收水 不会大幅收水 那我就会想 它都弹了这么多 譬如公布完第一季业绩那些 好预期的比率都相当多 现在我看到MSCI中国指数里面 大概第一季度公布了业绩都差不多接近60% 那当中其实是说好预期的话 其实都有超过52% 那同比的盈利增幅 就是根据Fact Set那些统计 就是增长差不多35% 那阿Fan会不会都已经是 弹得差不多因为之前的基数效应 未来我会担心还有没有re-rate的空间 如果我们去看就是说 那个股值再重股的空间 由于我们已经看到复苏的行程 第一波它已经做完了 因为去年中资股 包括A股和香港上市的中资股 由去年三月的低位 其实已经是有一波相当可观的行程 所以进入现在 我们仍然相信 就是那个上升轨道还可以继续 但是进入牛市的第二阶段 其实就会比较是个别发展的 不可能就像第一阶段 即是走出谷底的时候 就什么板块都同时向上 要探索 咱们 感谢观看